今天我们来介绍卤水虎皮鸡爪的做法 这次用炸过的鸡爪来做卤水鸡爪 和平时卤的味道不一样的 更加的香、味美 馋的会让你流口水 您需要准备以下这些食材 为了方便以后查阅 您也可以点赞收藏本视频 准备食材 鸡爪、姜 香葱和姜洗净切断和片 鸡爪洗净 把鸡爪冷水入锅 加入葱段和姜片 要久大火烧开 捞出洗净沥干水分 锅中油烧至六七成热 放入吸干水分的鸡爪 小火炸至色泽金黄 捞出控油 锅内放入卤水 烧开后放入鸡爪 小火炸至鸡爪 熟透捞起 放入盘中 卤水加锅中 再加入水淀粉 20克煮开勾芡 出锅浇在鸡爪上 撒葱花点缀 技巧 鸡爪煮开后 一定得沥干水分 在炸卤的时候 要小火卤制入味 好了 就到这吧 谢谢观看 欢迎订阅关注